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一直对自己的健康有自信 直到十多年前某天早上刷牙 无法漱口 抬头照镜子 水不自觉从嘴角流出来 才惊觉自己左脸以歪 这是她第一次中风 但当时的她并没有去看医生 第二次中风是在一次睡醒后 她的眼睛睁不开 还不断流眼泪 那时她已受邀到新加坡《走过岁月》节目演出 原本想推掉 但靠针灸治疗一个月内神速好转 到了五六年前第四次中风 她的血压飙到两百四 而且颜变神经失调 说话一啊啊不清楚 双腿无法行走 去医院做核磁共振 发现是血栓问题 脖子的两条动脉无法将血液输送到脑部 已经到了不动手术不行的阶段 这样她吓坏了 那医生是出了名的动手术不开药 但是开脑 她怕 于是千拜托万拜托不要动手术 医生说不动手术也可以 但要把烟戒了 还要每天走一万步 当时她连走两步路都困难 更何况走一万步 但为了保命 她戒了48年的烟瘾 每天凌晨五点和下午五点 各走两小时 虽然连话都说不清楚 却仍重拾麦克风到KTV唱歌 从一开始的哼歌 到后来完整唱完束手歌 她日日不倦地复健半年 终于恢复了以往活蹦乱跳的样子 连一生都很惊讶于她的意志里 那时 她的新剧《老姑婆的古董老菜单》正在播出 这部剧是一部美食剧 她在里面饰演的林淑美 打扮十分精致 留着短发 笑容慈祥 虽然法令纹很明显 但皮肤保养得很好 完全不像已经七十多岁的人 已过古稀之年的她 还活跃在荧幕上 其实十分不容易 八岁那年 她开始在电影院和戏院门外卖唱了 因为那时的她就已经需要赚钱养家了 最初是在电影院雇车 那时候由何玉华主演的电影《西北雨》轰动一时 主题曲更是传遍大街小巷 小小年纪的她 就在戏院外面学会了这首歌 汽车的人都被她的歌声吸引住 连电影院老板也听到了 觉得她很有歌唱天赋 劝她跟着影片巡回演唱 她一口答应 养母也不反对 对她另眼相看 没想到一个八岁的小孩竟能赚大钱 但也从此注定了她漂泊的岁月 一战又一战 这个小镇一结束 立刻赶往下个小镇 几年后 随偏登台没落 听说军中抗乐队不错 于是她参加澎湖抗乐队 每天进出军营 把欢乐带给军人 当时澎湖防卫司令是尹俊将军 她看过吴秀珠的演出 觉得这个小女孩这么早就离开学校十分可惜 一度要收她做干女儿 送她去读书 吴秀珠不敢欠这个大人情 但也由于尹将军的关心与鼓励 发奋向上 以半功半读的方式 在澎湖完成初中教育 民国64年 万国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部爱情文艺片 未曾留下地址 片中的插曲由左红元负责 庄奴天词 吴秀珠演唱 当时正是国片飞黄腾达的时候 几乎每部文艺片都穿插几首歌曲 电影卖座 连带也使电影插曲受到影迷关爱 在这之前 吴秀珠已经演唱了《海鸥飞处》主题曲 留给影迷深刻的印象 未曾留下地址让她再次得到发挥 声誉直上云霄 电视公司也立刻安排她与大哥级歌手于天 一起主持歌唱节目 她的个头矮小 人又瘦 怎么看都与美女搭不上边 再加上名字土味甚浓 单听名字不见人 可能把她想成南部带着斗笠 蒙着脸的田庄姑娘 有人问她 为什么不娶个漂亮的艺名 叫起来也响亮 她却毫不在意 甚至非常满意爸爸当年给她取的这个名字 疫情期间 原本她还担心自己的病史 对疫苗接种有疑虑 后来转念一想 打就打吧 没什么好怕的 打疫苗时 她如实将病史告知医生 医生说没关系 之后她都有乖乖听话 多喝水 多休息 现在都好好的 据说打完疫苗后进食海鲜 但她根本忘了 海鲜都解冻后才想到 但是还是煮了来吃 也没事 她接种过后状况一切良好 也没发烧 施打步有点痒 只要拍两下就好了 因此鼓励大家接种疫苗 增加身体保护力 吴秀珠在70年代红极一时 还被冠以小野猫的称号 活跃于70年代的她 热歌近舞大受观众欢迎 年轻时唱红过不少电影的主题曲 叱咤歌坛超过半个世纪 共计出过40多张专辑 数目令人扎舌 反观她一路以来顺遂的演艺之路 感情却是相当坎坷 她曾经有过三段失败的婚姻 和第一任骨手老公生育有一双儿女 如今儿女早已成家立业 过得幸福美满 因为是养女出身 所以她一直渴望有个家庭 但以前那个年代 并不是自己想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到最后无法再接受彼此下去 就代表缘分尽了 成熟之后的她和搭档金鹏结婚 两个人在舞台上配合默契 互相成就 但是还是离婚了 在第三段婚姻中 她和花莲县前议长余传旺 有过一段婚姻 当初为了帮助丈夫参加领导人选举 更是散尽多年 在演艺圈打拼多年的积蓄 结果最后还是以离婚收场 1998年离婚时 她得出了结论是 钱能爱人也能害人 并认为一个人比较快活 人的一生有多少朋友都是固定的 曾经相爱过就够了 她形容 人生在世 凡事都要留一线 福气 快乐不能用到劲 否则纵使把全天下都给你 又能怎样呢 我无父无母 活到现在 靠的还是自己 一番言语 真挚坦诚 令人十分动容 叶孝说 自己爱操心 有了另一半 要顾虑彼此生活 出门要报备 还有帮忙做家务 那不是她现在想要的生活 直呼 这样多麻烦啊 何必呢 现在的她 虽然是一个人 但生活的自由自在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经常和教会的姐妹们一起聚会 读圣经 看股票行情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无必逍遥快活 儿子在电视节目当乐团指挥老师 也算半个圈内人 非常懂事 而且又怪又孝顺 孙子也已经成年了 所以她已经感到很满足 婚姻生活不再是必需品 她的经历曲折离奇 充满戏剧性 经常有人说她的人生如戏 对此她笑称 很多人要把我的故事拿去拍戏 我说不用了 我的人生留给我自己 希望她在以后的人生中 能自在随心 她的一生高潮迭起 当年跟着乐团巡回全台戏院 后来歌厅秀崛起 一天赶七间歌厅演出 中间还有穿插录影 录唱片 最忙的时候 早上起床化妆去录影 下午两点半去歌厅演出 晚上十点再赶到录音室录唱片 唱累了就睡在录音室 天天都睡眠不足 天天在外奔波难免会倦怠 有次她在台上摔麦克风说不唱了 觉得天天这样唱好累 还有一次太累 唱到奸奏睡着 手松麦克风滚到观众席 被台下观众捡回来 另一次她感冒烧声 上台只能对嘴 全靠背后的合音天使帮她唱 她笑说 真的有够难听 演艺圈虽然很累也很开心 我也就这样开心了一辈子 一个人要有这么多回忆 其实也很难 她在华世老姑婆的古董老菜单中 饰演总是怀念过去的千金小姐 但戏外的她却直呼 我更喜欢现在的生活 比较踏实 笑说现在天天五点起床 八点和好姐妹们一起念圣经 接着看古事变化到下午一点半 偶尔演演戏 唱歌过得十分愉快 唱累了就睡在录音室 后来 她硬要参与台湾四大歌后演唱会 准备了当年演唱过的多首电影歌曲 这个演唱会的主题是 电影电视剧歌曲原唱 要她比较电影主题曲和插曲的唱法 她说没有不同 每次演唱 她都会先拿到歌曲 歌曲里有剧情 让她可以有许多想象 可以很投入地把歌曲给诠释出来 她和美代在诗城曾经几次同台 说起这名病士前辈 她无限地怀念与感慨地称 当年台北歌厅林立 唯一跑场坐公车的歌手就是美代姐 她非常勤俭持家 她对自己很洁减 对家人朋友都很大方 做人处事都很圆融 是我的一个模范 想起刚出道时 美代对她的照顾 她就非常感伤 没料到美代会悄悄地和大家告别 她套路 我出席了市政府为美代主办的展览会 但是美代因为在化疗无法现身 我还以为等她完成化疗就可以和她见面 没有想到她却在农历年前就走了 吴秀珠老师真的是非常努力的艺人 她参与的演出 每天都是只睡两三个小时 一直坚持几十年 真的是太辛苦了 可见当年的生活是多么的不易 也能从她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中 看出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因为没有基本的热爱的话 要坚持这么久 是几乎不可能的 即使不再找对象 她也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 对生活十分乐观 一个歌手最成功的事情 是留下多个好作品 即使多年后 歌手消失的荧幕中 人们还是能轻轻哼唱出她的歌 很明显 吴秀珠做到了这件事 粉丝们永远都会欢迎她的回归 希望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身体健康 万事顺益 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 更好的作品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祝你每一天都拥有好心情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同时大家还可以点点关注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